台泥和平场以水泥摇协同处理生活垃圾的BOT案 昨天下午是进行了第三次的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台泥董事长张安平亲自的到场说明报告 经过冗长的意见交换后 最后专案小组有条件通过了 并且请花莲县环保局成立环境监督委员会 而接下来案子将送入花莲县政府的环平大会 进行最后一道的审查 不过审查会外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居民 举白布条正在抗议 花莲县政府与台泥计划将在和平场 推动水泥摇烧垃圾计划案 昨天在花莲政府馆进行第三次专案小组审查会议 场外有宜兰奥花村以及花莲和平村居民前来关心 奥花部落居民高举不要污染要生存的白布条进行抗议 他们认为此案违反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更忧心会造成严重空污 不要空污 我要生存 不要空污 我要生存 场内审查会议上台泥董事长张安平 请自列席并且说明 表示台泥和平场产生的非辉与代奥新 都是最低远低于国家标准 他非常乐于与各种不同意见的团体 对话与沟通 这些废弃物都需要被处理 一部分废弃物可以回收 但是有一部分废弃物是无法回收的 但无法回收的废弃物呢 你埋了它以后 其实造成后市的危险更大 它的后期的水污染等等 造成更大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 废弃物的处理不是我们国家 而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在2014年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必须要解决 经过意见交换及补件审查 最后专案小组有条件通过 并请花莲县环保局成立环保监督委员会 接下来这个案子就会送入 花莲县政府环平大会进行审查 委员会的一个共识 那我们认为 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技术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是可以来解决 我们的环境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议题 所以同意它提送 这个花莲县的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 的大会来进行审议 那有关于今天的民众方面 它有这个基本上 有非常两极化的一些意见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的 一个很常态的一些这个现象 那都有各自在表述 它各自的立场 还有陈述他自己的意见 那也能够让在座的所有的环境委员 还有开发的主管的这个机关 能够听到他们自己的诉求 而目前环境县境内没有焚化炉 长期以来每天运送了上百顿垃圾 到宜兰立则焚烧 每年的转运费用就高达 1亿4千多万元 况且目前各乡镇的垃圾 掩埋场都趋近饱和 所以县政府希望利用台泥水泥摇高温 协同处理生活垃圾 来解决花莲垃圾困境 也减少公堂的支出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